香港人發揮了他們的優良公民素質, 讓全世界的人都大開眼界。 在第一個抗爭階段之後, 本來雙方有談判契契機, 但很可惜發生了暴力的事件。 在這幾年來,大家都在講一個香港的核心價值, 究竟什麼是香港核心價值? 我相信就是反對暴力,外號和平, 捕捉這些暴徒的行為, 我相信只要是有良知的香港人, 都應該要選擇的。 無論大家是什麼的職業, 任何的政黨, 所有的陣營, 在大是大非之前, 都應該是無分離我, 因為這些正正就是公民責任。